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米 今天的这个汽车咖啡馆要和大家聊什么咧? 嗯... 诶?不然就聊这个汽车配备好了 其实这个年代你要买车啊 你们这些消费者算是蛮好命了的 因为现在的新车在配备上啊 真的是可以用五花八门 眼花缭乱 行行色色来形容 主要是因为这个竞争激烈的关系啦 甚至一些以前只有在豪华车才可以看到的功能 现在在一些入门车款上也是有啊 当然这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只不过咧在这些零零种种的配备当中啦 很多其实也是噱头多过使用 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就让小米我 列出几种我觉得在这个年头必须要有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这个小盛灯了 也就是Blindsport Monitor 车侧盲点侦测的功能啦 这个系统是我个人觉得在现在来讲 新车最应该普及化的一个功能 毕竟这个东西我相信它的成本应该也不会太高啦 实际上开车的老司机你们应该都会知道啦 就是就算你的这个车子的Sight Mirror 几颈都好啦 多少你在驾车的时候还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盲区和时交 也就是所谓的Blindsport的 加上啊我国的这个公路环境是有很多这个国家未来的东凉啦 You know 很多时候呢它们穿来穿去的时候啊 我们是无法及时发现的 那通常这个Blindsport Monitor 它是透过你的后视镜的一盏灯来提醒你 有些车款还会有这个警示音啦 而有些车款呢甚至是直接在这个Sight Mirror 加装一颗镜头 提醒你一下 这一方面我是觉得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是更加好咯 第二个就是这个功能了 那这个功能其实和刚才我所说的这个Blindsport Monitor 一样啦 也是一个成本不会太高的东西 我是觉得最好是可以标准化啦 有了这个倒车摄像头或者甚至是这个360度的全景摄像辅助功能啦 你在泊车的时候你不止更加方便 重点是能够提升你的这个安全性 减少这个意外的发生啦简单来讲 因为它不止能够预防到你插撞到你的车子 甚至能够预防你撞到可能突然间穿出来的行人啊 骑士啊等等的 因为当你在泊车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死角的 所以这一方面有这个功能绝对是有好过没有 刚才我忘了说我所列出的这些features 其实我是有以这个重要性来做排名的 那排名第三呢就是这个了 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功能 我觉得相比起一些车款所使用的这个所谓功能 很强大的多媒体直去娱乐主机啦 我反正觉得这个手机互联功能呢 相比起来是更加的实用的 我觉得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 这个生活形态上是有所改变的 好像我们开始习惯以这个 手机的线上音乐播放器来听歌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马来西亚人也是习惯 一上车开车就直接把手机拿出来 打开这个Waze 或者是Google Map 的导航系统 所以就算你的车子是有多漂亮 多厉害的这个 Navigation 系统 通常也都是使用手机的 这个功能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其实是收集每个User 所提供的这个 Report 然后结合起来 来提供你一个最好最快的这个驾驶路线 这一方面是任何车内的原装的导航系统 所无法比拟的 除非你的车内装的就是这个 Google Map 或者是 Waze 因此这方面其实我觉得 与其你导入那些花俏的语音功能 又或者是第三方 然后不支援线上更新的导航系统 我反而觉得你不如直接导入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更加的好 第四样 有点特别啦 那这个东西是相当的不起眼 可是我觉得它很重要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它能够提升行车的安全性 为什么我说它能够提供这个安全性呢 主要是因为它可以给到 这个驾驶者一个更加精准的驾驶坐姿 也就是 Driving Position 我们都知道一个正确的驾驶坐姿啦 除了能够减少这个腰酸背痛以外呢 它还能够降低疲劳感 当然不止于此 重点还是在于你的这个手脚的距离啊 能够做得更加好 当你的这个手和脚的距离都对的时候呢 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啊 它们都能够充分发力 这个时候你就能尽你最大的能力 去把你的车子救回来 因为其实你的双手必须握住方向盘的 9点钟和3点钟方向 然后那个手臂呢是呈现微弯的状态 大家可以从镜头上看到啦 这样子就能够确保你在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 能够做最大幅度的一个摆动 那要做到最完美的这个方向盘距离啊 其实能够上下前后调整的这个方向盘 自然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前后的话 其实at least上下的话也好过没有啦 第五个功能就是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那其实这个功能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只不过因为从经济成本考量来看啊 它是有点奢侈 所以它才会排在第五位 老实说啦以前这个东西我是觉得 以我这种skillful driver来讲是可有可无啦 可是在下一些具备这个自动紧急刹车功能的新车过后啊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试过几次就到我 因为不管你几小心的话 有时候你真的是无法遇到路上那些专业的司机们啊 突然间跟你来一个急刹车或者是吃过来之类的 我觉得这一方面尤其是在跑高速公路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跑比较快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做一个反应 这个时候依靠camera还有sensor操作的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它多多少少怎样讲 有时候都是会比你的人的这个本能反应还要快的 在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发挥作用就到你了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经验啦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挺好用的 最后一个这个呢 我觉得是最奢侈的功能了啦 因为我发现路上好像很多车都没有标配这个功能了 我2021年了其实这些新车应该要有这个功能才对嘛 有了这个方向的拨感啊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啊 在公路上啊 就能够及时通知四周的车辆我们的去向 提高这个行车的安全 也因此在这里 我小明是强烈建议所有的汽车制作商 应该标配化这个方向的拨感 并为车主提供教学课程 教导车主们如何正确使用这个东西 啊 范围上车 好啦 以上就是小明我个人觉得现在的新车必须要有的功能 那这六个功能里面你的车有多少个咧 我的车本身是蛮多的啦 只有三个 看来是手换车 Anyway 这些都是我以一个安全性为出发点而提出的看法啦 所以一些在便利性上的功能我是没有提出来 好像是这个keyless entry我本身是觉得应该要有 但是 it's not really unnecessary啦 而你本身又觉得现在的车子应该要有什么功能呢? 欢迎你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和我们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希望大家在这个MCO7家能够乖乖待在家里 还有定期检查你的车子 想要知道要检查什么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我们之前曾经拍过影片和大家讲解过 我们下回到见啦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